袁龙,带无忌和强微关系实锤,两人并非一人,袁龙伏笔埋得很深。 什么是好剧本?好剧本就是永远让你觉得自己以为的是对的,最后让你发现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。 不管网上有多少人说袁龙者不好那不好的,即便是他水了剧情,可是纵观动画的改编,其实钟影年年的剧本质量还是在的, 只是在制作中可能出现了一些偷懒的现象。 目前的剧情大主线是戴无忌和王胜的对抗,这两人之间的故事其实一开始就存在很多争议, 今天我们主要来讨论戴无忌这个人,和之前出现的女角色强微之间的关系。 网友的疑问 网友的疑问主要集中在戴无忌到底是不是强微,这两者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上?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呢? 主要是因为强微和戴无忌之间存在太多的相似点和疑点了,比如说戴无忌和强微长相类似, 还有戴无忌和强微基本上没有同时出现过,再加上一些剧情暗示,大家很容易把矛头指向了强微就是戴无忌这个真相上, 可是就云满多年来的冠慢经验来说,这肯定是个坑。 偷袭圆龙的坑 首先长相问题永远不能作为证明两人是一个人的唯一证据,这最多是辅助证据。 因此强微和戴无忌长得再怎么像,我们也不能凭借这一点证明两人是同一个人。 那么在森林里的强微为何会扑向宋烟呢? 有人认为这也是强微是戴无忌的证据,可是这个论点也很有问题,当时强微扑上去明显是提醒宋烟有危险,而不是为了抓住它。 这动画表现得很明显,这动画表现得很明显,硬要说强微是为了抓宋烟不能令人信服。 两者的联系 戴无忌和强微的联系还有什么?戴无忌有王胜给强微的子弹,戴无忌出现的时候强微总是不在,戴无忌对王胜太过了解。 这些可能是很多小编认为强微就是戴无忌的主要原因,可是这些东西只要戴无忌稍加调查,或者干脆抓住强微拿了子弹,一切都引刃而解了吗? 因此用这些证据证明强微是戴无忌也是很荒谬的。 预告实锤 我们知道戴无忌抓了宋烟,可是强微去了哪里呢? 戴无忌的整个计划都是在报复王胜,他抓了高瑶,抓了唐巧,抓了唐烟,为的就是冰王胜做选择,那么在唐巧,高瑶都被救下之后戴无忌玩什么? 显然需要再有一个人出现让王胜继续玩选择游戏,这个人就是失踪的强微。 预告之中宋烟和强微是分别站在两根柱子上的,但无忌同时打击两个柱子,逼迫王胜再次选择。 一切的真相。 再回到当时王胜被围攻的森林,救完高瑶之后,王胜就离开了那里,闻讯赶来的宋烟在森林里遇到了也来找王胜的强微,两人碰面,本以为是危机解除,没想到却失踪了陷阱。 戴无忌在暗中埋伏,意图抓住宋烟,强微冲上去保护宋烟,而强微的出现不仅没有保住宋烟,反而让戴无忌又多了一个筹码,两人同时被抓走。 戴无忌拿走了强微的子弹,去拍卖会给王胜下套,结果王胜一直被亡到现在。 戴无忌的计划还算是真秘,整个剧情中有个暗线就是戴无忌和强微,当所有人认为戴无忌和强微有关系的时候,官方最后会告诉你这两人根本就毫无关联。 戴无忌,这种打脸的方式其实是动漫常用的惊喜制造手法,你越是以为是真相的东西,最后往往确实假的。 从这边看,袁龙的改编大纲是没问题的,只是希望中影绵绵把剧情安排得紧凑一些,能让满迷看得更过瘾。 那么,大家觉得袁龙的剧本算什么水平呢?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